新翼双龙部落的社区老人日拖战 为了帮助部落中的长者能够复健心灵 最近引进了园艺疗法 并请指导老师加入了布农族的文化 让参加的长者能够透过回忆 促进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健康 双龙部落的长辈正在学习利用记忆中 传统布农族使用的植物 制作出圣诞园艺作品 其中有利用山区的野生栗子与松果等植物 剖去巧思的设计 主要是希望换起长辈儿时记忆 引发积极学习的心 透过一些很多利用原住民的东西 然后有什么 小精灵也是用那个檳榔树来做 然后这一次因为要接近圣诞节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圣诞树的东西 尤其做那个圣诞树 他们也第一次看到那个怎么做 利用那些绳子 然后操作这些 还有松果 其实松果现在 我们这边都找不到了 应该要到陆润去找才有看到这些东西 看到这多年不见的山林植物 布农族的长辈高兴地回想起 小时候的记忆 边玩也边说到 无患者可以拿来洗澡 仓谱项链可以用来避邪 野生例子是玩具 能够拿来当陀螺 有水的话就放在手 用鼻巴的 有时候扎实 甚至有包括你 你放在水那个刚刚 你这样揉的话就变成有那个 但是没有味道 每次来上课都可以感受到长辈的好心情 对于课程设计内容 长辈也是相当满意 拿着做好的成品 让人家成就感十足 所以要将这些作品与家人一同分享